在上一部影片我们单纯用CFAP 没有花太多力气 用53步就解好了 不过FMC是最少步解完 不是最快解完 不用拘泥于某个方法 我今天要介绍Block Building 是另一种还原方块的概念 我先用上一部影片的打乱来示范 然后再解说 我会直接写那一面的代号 不用坏面符号 如果看不懂的话 请先看我上一部影片哦 我不解十字 而是把这两个蓝色和这两个蓝色 粘起来 就有一个正方形 然后运气很好转过来 我就解出了一个 2×2×2的正方体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不解十字 而是把红蓝的角块边块 想办法把它粘起来 放进去 这2×2×3的长方体呢 就被我解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不解十字 而是用另外的方法做出正方形 粘起来以后 这边就有一个正方形了 那放下来 这样子就剩一个F2L了 而且运气很好 已经配对了 甚至可以和之前的步骤消布 那我花了19步就把前面两层解好咯 比上个影片的31步少很多 最后 6步的OLL 9步的PLL 而且还和前面的消布剪一步 所以33步就解完了整颗 其实运气非常好 我刚刚的流程是解好2×2×2 然后衍生出2×2×3 然后变成F2L-1 看起来像是F2L最后一个槽没有解 最后把方块解完 那接下来我会以这样的流程 解释每一个步骤 我会碰到的一些状况 首先是2×2×2 那2×2×2听起来很多 但最关键的只有4块 3个边块 加一个角块 那2×2×2还可以再分解 是由一个1×2×2的正方形 再加上一个解好的边块 在这两个中心内 而这个正方形呢 则是由边角两颗一条 再加上另一个边块 和中心的这一条连起来 从一条线 变一个面 最后变成立方体 这是一开始的题目 这边有线成的一条连起来了 所以我们来试着把它变成一个面 一个正方形 那正方形呢 可以从这两个蓝色延伸 也可以从橘色延伸 那在这边呢 我试着延伸蓝色就像这样 所以呢 我只要再找一个边块 也就是白蓝边 和蓝色的中心 那运气很好 刚好白蓝边和蓝色中心这两个 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让这四个蓝色呢 黏在一起 像这样子 那注意到一个正方形呢 不一定要出现在解好的位置 那正方形比较自由 可以出现在像是这边 这边 这边 或者是这边 正方形很自由 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那正方体 就要在解好的位置 那所以我们要找到白橘边 而且那个白橘边要解好 运气非常好 白橘边块已经在解好的位置了 所以这时候再把这个正方形 解好 黏在一起 就有一个二乘二的正方体 那刚刚运气太好了 没有示范到什么 所以同一个打乱 我看另外一个可能性 我把这两个 看成是一条 那然后假设是延伸橘色 我必须要找到 橘蓝边块 和橘色的中心 刚好是这个跟这一个 所以我要在 不破坏这条的情况之下呢 想办法把这两个连起来 那例如说可能可以像这样子 正方形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要找第三个边块 也就是白蓝 白蓝边块在这边 它也刚好已经 在这个蓝色中心这边了 所以在不破坏这个正方形的情况呢 我可以这样子做 那如果开场打乱没有现成一条的话 除了尝试直接解二乘二乘二 找三边一角以外呢 有一个懒人做法 那就是每个面都给它转个几下 例如说像这样 一二三四 那可能一二 刚刚好就看到这边 不小心就被我们组出一条了这样 那这个不一定会最少步 那不过无脑又快 二乘二乘二的正方体结好以后 有三个方向可以延伸变成二乘二乘三 可以这样 这样 或这样 例如如果我往这边延伸的话呢 我就是要解掉绿橘绿白 跟绿橘白 那所以我只要专注在三颗方块就好 一个边块在这边已经结好 所以我看看另外一边一角要怎么粘成一条 那如果你心中想的是CFAP把它当局底的话 可能以为你还要再把它什么拿出来啊 然后再配成基本形把它放进去 但是不用 因为这边呢 并没有做好十字 这整面都可以动 那这就是block building其中一个优势 这三面都可以乱动 不会破坏已经结好的二乘二乘二 那所以呢 我们其实只要花非常少的步数 就可以把这一边一角黏在一起 也就是像这样子 一步 两步 然后解出二乘二乘三 那不过经过实验以后呢 我决定不这样做 而是往另外这一边延伸 做出二乘二乘三 像这样子 接好二乘二乘三以后呢 我们还有选择的空间 除了当白底以外呢 我也可以做蓝底 而且这两面还可以自由的转动 那这边呢 我再多解一个正方形 然后粘起来 让它有三个F2L的感觉 就算在这个阶段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举几个可能的状况 例如说 把它当作白底 然后先解好十字 那当作我再解F2L 或者呢 可以想成这个正方形 把它转成 转180度以后呢 分开来 成有两个底色的这一条 跟中间这一条 那所以回到原来的题目 我也可以把这两个 粘起来以后呢 放到后面 还原 然后再和中间这一个 粘起来 180度放进去 那如果我们会蓝底的话呢 会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这边线程就有一个F2L 然后十字边呢 也刚好跟中间连在一起 那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普通的F2L来解 但即使如此 同样的状况呢 我不一定要先解十字边 而是先粘出正方形 那这两个黄色呢 让它变成平行的 然后粘起来 解好 还原 解好F2L-1以后呢 可以当成正常的CFAP 不过这边就很靠运气 在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可能 那其中有两个 都可以达到19部的F2L 但是其中有一个的 OL流和PL流 要花很多部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那甚至在更前面组 各种底色可以自由选择 那不过FMC呢 不用拘泥于方法和顺序 例如组2×2×3 不一定是从2×2×2开始 那甚至其实你也不一定要组2×2×3 也可以组类似像这种对角线的F2L-2 那一切都是选择而已 目前为止 就算前半段只用很少部 后面只会用OLPL解完的话呢 就很看运气 运气好 部数会很少 运气不好的话 O加P就要20多部 有没有不用OLPL的方法呢 有的哟 其中一种叫做Skeleton加Insertion 之后我会介绍它的概念 我们下次见